嗨 大家晚安 今天我要來煮一個東西 是我在那個前十進的那個 YouTube頻道看到的煮泡麵的一個方式 但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子煮 但是因為我看它的YouTube頻道 點著點著的時候就發現 喔 看起來很好吃耶 所以我就想說來實際做做看 到底好不好吃 因為老實說因為我看不懂韓文 所以呢我只是以目測 說原來煮法是這樣 所以來實際的煮煮看 我看它用的泡麵呢 是一個又是辛拉麵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又是辛拉麵 再來的話就是這個 這個牌子的泡麵 因為我看它是用這個牌子 我還特別是上蝦皮澡代購買到的 這個其實我完全沒有吃過耶 它是煮這兩包泡麵合在一起 然後準備起司跟一顆蛋 還有胡椒粉跟辣椒粉 辣椒粉我們家其實也有 但我看影片的時候它過程沒有加耶 所以我在想說好像辣椒粉不是那麼的必要 這是胡椒粉 焦鹽粉耶 胡椒粉 白胡椒粉 它說這個煮的時間是那個 3分30秒 然後辛拉麵是4分 4分半 好 我們這先把它拿過來 為什麼要用這個呢 因為影片裡面它就是用這個 不要效仿它 先把水倒下去 他說水啊 你可以少放然後慢慢的喝調味的時候 水越少 調味粉吃得越進去 比較濃稠會更好吃 它現在滾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調味包丟進去 先煮一煮它的味道會比較香 這包泡麵大家有吃過嗎 因為我第一次買耶 然後也是第一次煮 好緊張 它會這樣煮一煮比較香 首先先丟辛拉麵 辛拉麵是4分30秒 丟下去 開始計時 4分30秒 我們等一下要先注意喔 到3分30的時候 另外一包就要趕快丟下去 湯是不是放太多了還是還好 好 3分30秒 現在丟第二顆麵下去 好 然後它過程中它會喝一口糖 確認一下味道 因為它這個水量啊 就是要依照你的調味包下去做增鹼 可以耶 不知道吃起來的味道怎麼樣 有一點點興奮 我前陣子在看陳時靜的節目啊 就是 我都噹噹噹噹噹噹噹 肩膀我在跳舞那個 現在哪裡怕 它煮東西感覺好好吃喔 所以我就去翻了一下它的YouTube頻道 看完之後就哇天啊 好餓喔 1分鐘 它說最後1分鐘的時候呢 把它打顆蛋丟下去 然後稍微埋一下它 埋一下它 再把 開始把起司丟下去 起司這樣丟下去 完美 再撒一點胡椒 這樣 OK 然後關火 這樣就完成了 4分30秒 這樣就完成了 看起來是不是還不錯 大家知道陳時靜嗎 就是那個牛 牛很喜歡的情歌歌 是韓國很有名的情歌歌手 吃起來那個來自欣欣的 你的很有名的那個主題群嗎 還是 反正就是其中一首也是哈唱的 看起來好像很不錯耶 我們來吃吃看喔 這樣子 看起來 這個煮法 給我來吃好像有點鹹耶 因為他說 你的水量可以依照你喜歡的 習慣的比例下去做調整 然後我剛剛就是放太少了 好像在跟大家一起吃宵夜的感覺 有嗎 好像不鹹耶 怎麼辦 加一點氣感好了 如果看懂韓文的人 可以跟我說韓那一部片 在說什麼嗎 還有前面還有片頭是那個 綜藝節目的片 不然我那時候想說 好好奇喔 到底是什麼 讓它融化一點 多一點起司 就我今天的拍攝角度 飛機看起來畫面不錯 大家覺得如何 剛剛在那邊炒很久 我剛剛起司不是又加了一片嗎 所以它看起來就是有滿滿的 很有起司的感覺 比較又濃稠 然後又包覆 這個聲音 我很喜歡那種很濃稠的聲音 然後我後來才發現不是有很多那種 吃播他們撈麵的時候感覺都很濃稠嗎 就是因為它麵只要煮得夠久 然後湯放小一點點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 Running Man 陳詩錦跟宋志孝德的片段 這兩個是我最喜歡的CP 但 就是藝人的CP這種東西 純粹就是粉絲個人的想像 但是我很喜歡這一組CP 因為我看得很開心 大家有什麼幻想CP嗎 或者是什麼心目中最佳CP 但想歸想 就是不一定是真實 不一定是現實的東西 只是想而已 但就是很喜歡想這些有的不有的 就跟我很喜歡想巴三賴是一樣的 就好好配喔 吃完了 我覺得這個做法對我來說好像有一點點 就是口味上有點太重 就有一點點鹹 如果是我之後要煮的話 調味一定要各少一半耶 好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生活頻道喔 Bye Bye 晚安 是不是晚上會發的嗎 應該是晚上吧 晚安 喜歡我的を 好 tor 我們先讓你們看看 我們要把你搞爛了 我先讓你們看 你先到晚安 你們要找一個 你們要先從哪裡 好 你可以 來